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堅持開封 今次我會和大家開封的迪士尼動畫 狐狸與獵犬 一二集, 左邊是第一集, 右邊是第二集 兩隻都是全新, 所以還未開封 這裏的包裝有點難, 但不影響裏面 所以可以的 事不宜遲開封了它們, 先看看 好, 話這麽快我就開封了兩隻碟 我們現在先看看第一集 第一集正面就是這樣 這裏有個中英文標題 另外這裏寫著特別珍藏版 另外右上角有隻鳥和貓頭鷹 不知為何就見到貓頭鷹 我就想起小鹿斑鼻是否有類似的角色 還是我記錯了呢 這就是題外話 這裏有狐狸和獵犬 是這套東西的主角 其實整個故事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講 整個故事我印象中 因為以前是看錄影帶年代 有遭過帶看過的 但就 你說內容長, 還有我看過一些故事書 所以對故事有少少印象 我記得她是 怎麼說呢 她是和她是朋友 但是 獵犬的主人當然是什麼 打獵犬是要獵狐狸 但是獵犬是幫她 掉爛 是 挺感人的 這些故事 這些是兄弟情 這些是西方的 很熱血 很有義氣 義氣子女 義氣狐狸 整件事很義氣 很開心 但是獵犬 我自己覺得比較配角 雖然是雙主角 但是狐狸有另一半 但是獵犬是沒有另一半 最後一個故事 我記得是 獵犬是幫助狐狸脫爛 大致上是這樣 旁邊 有兩個主角的圖案 不會像美女與野獸一樣 不知為何要用一個配角 去做那個碟 標誌 總之 我覺得這個比較合理 周立出 後面就是這樣的 中英文的簡階 這裡很有趣 有狐狸和獵犬小時候的樣子 很有趣 下面有些特別修錄 互動遊戲 動畫背後 以及動畫短片 動畫背後 應該是Making of 分鐘 畫面 另外就是 語言和字幕 語言有幾種 但是最好當然是粵語 三驅 迪士尼的碟 由周立出 現在看看裡面 裡面的碟 有英文Logo 沒有中文Logo 另外就是兩隻主角 採碟 可以的 好 現在我們看第二集 第二集 我完全沒有立播 所以不知說什麼 但應該看它的款式 是說它們小時候的 我有看過一些簡介 是說它們小時候的故事 這裡也是中英文的標題 旁邊 這裡也是它兩個的樣子 這裡是 周立的標誌 這隻碟也是有些特別修錄 另外就是中英文的簡介 有些劇照 片場 畫面比例 還有一些 語言和字幕 這個也是那句 最好 有粵語 三驅 現在看看裡面 裡面都是彩碟 沒有了中文的標誌 只用英文的標誌 另外可以說一下 其實我覺得 感覺上 兩套 我還未看這一套 但感覺上 這套第一集應該比較好看 因為第二集 感覺上 你也看到 它下面說 我媽著老友的 唱猶新天地 其實它第二集 我覺得有點像平行時空的感覺 因為它變成唱歌 但是 它第一集 我覺得是合理一點 整個背景 但是第二集 真的 怎麼說呢 有些像平行時空 雖然說 說它們小時候 但是有點像平行時空 OK好 這次我們這條的開封片 就開到這裡了 各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按個Like 或者Share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現在都要去欣賞這兩套電影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各位拜拜 告訴你 詞聲明 9個月 1030分